嗨,大家好,今天是10月27号,那么中共在对非洲大傻逼拉拢非洲国家之后呢,又开始拉拢日本和以色列。 那么日本和以色列都是科技强国,所以中共的目的是很明显,就是要打破美国对中共的这个科技封锁, 然后寻找新的剽窃对象,继续进行他们的弯道超车。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共的目的能不能够达到。 首先说以色列,那么以色列的最大的敌人呢,就是伊朗,尤其是伊朗发展核武器。 那么中共和俄国一直是伊朗发展核武器背后的支持,中共在美国制裁伊朗之后呢,加紧了和伊朗的那个经贸合作。 那么中性呢,就是一个例子。 所以中共做的这些事情呢,都是在根本上威胁以色列的那个国家安全的。 那么我们来再来说日本,无独有偶,日本最大的威胁也是一个核武器。 就是那个朝鲜搞核武器。 那么很简单,朝鲜的核武器背后也是中共和俄国,尤其是中国。 那么现在有一种媒体有种说法,就是说安倍呢,对那个,就是说川普和金三的那个和谈呢, 他表示不满意,所以呢他想要拉拢中共解决这个问题。 那么我认为呢,这种说法呢,是欠考虑的。 首先中共一直在利用这个半岛去核问题,就是玩弄美国和日本。 那么这个东西呢,日本呢是感同身受的,他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再跳到中共的现金里面。 第二,在美朝谈判当中呢,朝鲜已经摆脱了中共,已经走向国家正常化,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。 第三呢,就是如果朝鲜半岛去核不能成功的话, 那么其实呢,日本更加有理由,就是武装他的国家,甚至呢发展他的核武器。 可能呢,这也是日本他自己想要的。 所以中上所述,这两个国家呢,都是有强烈民族生存危机感的。 同样呢,他们也是美国的坚强的同盟。 所以我认为呢,他们不会轻易上中共的当。